全新系的佛佑你好 我是主持人碧枝 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 有这位法师啊 他非常的厉害 因为呢 他可以一个人 一个法师呢 就是要下厨 然后解决很多人的那个温饱 在佛光山寺的这一个厨房里面呢 就很多很多很多人的 分量的这个菜肴 我们有请我们的绝聚法师 法师吉祥 必知吉祥 大家吉祥 法师就是我们现任的 这个佛光山开山寮的监事 对 法师我刚才这样子的 开场介绍你是对的吗 应该是说 我曾经在云居楼 担任三年的代理管理主任期间 确实是要负责千人的饮食 但是我其实平常在大师身边 并不用负责到这么多 就是人数不定是确实的 因为大师会带多少人回来吃饭 就是这是我的灵机应变能力 就是随时要看 后面又跟来好多人 然后就要赶快随机应变 哇很不容易耶法师 就是当下 就是说如果说 星云大师今天邀请的客人 可能是两三位 那法师就要煮到刚刚好两三位 他又不能太多 因为太多可能会浪费 但是如果说他突然间要宴请整百人回来 或者是途中啊 想说要来云居楼用餐的话 法师就要立刻在很短的时间内 准备百多人的那个餐点的意思吗 随时到没有到百人 因为我是负责帮大师做 平常大师三餐的料理 那其实真正的工作就是煮给大师吃 因为大师有糖尿病的关系 但是很多途中都会来回来 回到总本山会来跟大师消假 会来跟大师报告来请示 大师就会请这些途中就 就刚好吃饭时间就留下来吃饭了 但是不至于到一下子到百人 就是会有 比如说临时增加个二三十人 四五十人 这经常会碰到 还没有到百人这么多 百人的通常会先讲好 因为我的厨房只有两个小瓦斯 炉煮不出百人 明白 那我们先从头说起 就是说绝具法师 因为现任是这一个 佛光山开山寮的尖寺 那当然在担任这个尖寺之前 就是随时在星云大师身边 伺候大师的那个饮食的部分 法师我想要说 像好奇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姻缘 让你就是要负责 星云大师的饮食部分呢 我是在佛光山的南华大学 那个时候在那边读研究所 那我们一群研究生呢 大师很关心我们 因为大师一生很重视教育 那所以呢他经常会到大学去关心我们这群研究生 大师有一年去 在我们研研研研研的时候呢 大师去然后临时嘛 就大家就公公推我为大师煮一碗面 那时候呢我算是在那边大家料理最好的一个 那我端了一碗一碗面出来给大师呢 大师看了那一碗面就说哎这一定是一个不会煮料理的人煮出来的一碗面 而我的同学们呢就大家就替我讲话 师傅他煮的很好吃 学校的师生都很喜欢来我们学社这边吃东西 大师就说说了一句治理名言 他说了一个懂料理的人是不会用这么多的食材来掩饰自己的不足 哇我第一次听到这么有学问的一句话 很深奥 然后确实是如此一个到料理好吃的关键在于他的汤头 他的汤头好吃那个面就好吃了 而不在于你上面点缀的那些食材 那是大师教会我的第一堂功课 那个时候我还在南华大学读研究所硕士班 后来我调到了宜兰兰洋别院 我才刚调到那边去27天 有一天我就接到了船灯会打来的一通电话 他说九句法师常驻希望钓你回来担任星云大师的开山寮的当家 我一听我才刚来耶 我才刚调到宜兰洋别院 怎么就要把我又要调换单位了 然后我第二个说星云大师开山寮的当家要做什么 我从来以前佛光山从来没有这个职务 这是第一个 法师是为你首开鲜河开了这一个职务 我们在分比院各个寺院都会有住持有当家 大家理所当然就是知道的 住持就是住持这间寺院的最大的一个领导人 有一些小一点的道场可能不一定有住持就是当家 就是退而求是当家 就是管理一室的一些所有事物 那开山寮就是开山大师星云大师的一个居住的一个地方 他要当家做什么难道要管星云大师吗 很幽默 也对哦 我就很好奇这个当家做什么啊 那他就说其实呢就是为了大师有糖尿病的关系 然后希望找一个徒众来专门喂他料理三餐 那我听就我不是营养学出身的啊 我也不懂为什么找我回去 他说你你回来学了就会了嘛 然后呢就一通电话隔天哦 那是前一天的傍晚七点多 隔天叫我搭最早班的飞机立刻回到高雄佛光山来报道 就是一个很突然的一个电话就回来了幸运大师的开山寮报道 就是担任大师的适者其实就是为大师料理三餐 我其实我心里很明白开山寮哪里需要一个当家 是大师认为我在分比院当过主管他给我一个头衔 那我可以好像也有一点点身份 其实根本不需要因为我们就是大师的适者 了解 就是服务大师而已 哦所以大师可能就是要行这个给绝句法师 就是开一个方便之门 因为在可能未来的日子里边人家询问到的时候 绝句法师有一个我们讲名正言顺的 就是告诉别人说 哎我是在做些什么事情的 应该是这样子 所以大师还蛮细心的啊 对他一生都很细心 因为他会关照到众生的心理需求 在我随时在大师身边 我看到大师一个很细腻的慈悲 他会关注到呢 每一个众生的心理状态 可能这个时候他是需要给予信心 可能这个阶段是需要给予鼓励 这个阶段是需要棒喝你 不同的阶段他对于不同的弟子 他的心思很细腻 是那法师我很好奇那当时你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 然后这个职称你也知道说他不曾存在过 但是因为要把你调回来然后他就出现了 所以你当下的想法跟感受是什么呢 我其实我当下一个想法就是 我很紧张 然后呢我不知道我其实我没有把握的 因为我真的不会 我不懂得怎么照顾一个糖尿病的料理方式 这些知识背景我并没有 完全是零基础 对零基础 但是他们跟我说你赶快回来 因为第二天以往就是大师的身边有一位消失姑 他佛光山料理很厉害很棒的一个长辈 那他呢是专门帮师傅料理三餐 那他现在大师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要让他到中国大陆去发展 他说你第二天赶快一早的班机回来 思姑要跟你工作交接 我就把所有的希望放在这一场工作交接里面 就一早就回来报到 然后呢思姑把我带进一间小小的一间厨房 我们不是都会很多国家都会开放 总统官邸给大家参访吗 去参观看看 哇一个国家的领导人 然后呢是他的住所是怎样 我其实很难想象 一个佛光山开山中长的一个辽口 就是这么的简单 他厨房好小一个 然后呢就跟你家里的厨房一样 两个小小的小瓦斯炉 然后想哇这么简单哦 然后呢思姑就打开了一台小小的冰箱 有点像是家庭用的小冰箱 明白 就是我们去住那些旅馆的时候的那种小小冰箱 小一个 思姑打开那个冰箱给我看 里面空空什么都没有 然后他说 来 以前这一台冰箱呢 都是我在负责的 听说你要来接这个工作 以后呢 这一台冰箱就交给你管理了 交接完了 跟法师想象的 我想象的也会觉得说 可能师姑会列出一些清单 大师有什么事情 什么食材是不能碰的 或者是什么可以吃的 他平日最爱吃的 早餐是什么 午餐是什么 晚餐是什么 对呀 这不是最基本的吗 结果 一台冰箱空的 什么都没有 交给决局法师 就是所谓的工作交接就结束了 不用一分钟耶法师 不用不用 然后我当时有一阵雷劈下来的感觉 就觉得我好像来错地方了 然后 可是那当下已经没有退路了 就是你已经 接了啊 对你已经接了 然后你已经不知道该怎么样 你只能硬着头皮 继续走下去了 真的哦 所以法师后来你就要用那一个 小小的一个私人冰箱 然后去完成大师每日三餐的需求 对 好厉害哦 法师 生命中带给我的功课呢 一直很刺激 就是其实在这些惊吓的那个过程当中呢 一直在强化我们的心脏 包括不是只有 师父只是第一站 往后呢 师父就给我一站又一站的 真的耶 刺激 那那个冰箱放什么已经不重要了 众教的是师父告诉我怎么样在当下呢 能够冷静下来面对你当下的处境 然后你要怎么样来完成这个任务 这才是师父给我们学到的最大的功课 是耶 法师我突然间这样想 因为你之后就开启了随事在星云大师身旁 就是料理他的三餐嘛 那我觉得说 如果说以那台空冰箱作为一个起点的话 他其实就是转空为友啊 对吧 就是变成无限的可能 对 所以法师那时候你是怎么去想办法说 因为大师有糖尿病的这一件事情 那你要怎么去照顾他的饮食 你从哪一个点开始下手呢 这是我比较好奇的耶 我一开始的时候 真的没有人告诉我 而且大师很怕因为大师身旁都是一些长老 大师兄 那他也怕这些长老们呢 他的随便的一句话呢 就会把我吓跑 因为那时候其实我才刚出家 年资不算很久 应该出家五年左右吧 五六年 那就是信心也不算很坚定 然后尤其是职场经验也还没有 刚出来就是接了常住的工作 才一年多一点点 所以就担任了大师的这个工作 所以据说据说 在我回来担任大师的开三了当家 应该是五六七八年以后 我才听他身边的其他的师兄跟我们讲 跟我说 说在我回来之前 大师就下了一道风口令给大家 你们所有的人都不准对我的当家批评 然后指点 然后呢有什么样的 他说他归我管 哦 就是法师直接隶属星云大师旗下 对对对对 做错什么都他们都不能干涉 然后只有他可以 就是他怕可能我会待不住 其实这我经过的真的是五六年以后 我才知道我具体时间我忘记了 明白 我才知道说哇师傅好用心啊 而且看得出大师为了让你留下来 给你安心给你信心 他做了很多提前的那个我们讲防范工作 对对对 是当然因为很多的长老们 或者是大师身旁的弟子们 大家都出于一份关心大师嘛 可能就是怕法师们就是招呼不周 或者是照顾不到 所以可能就偶尔会一些 体点 体点对 然后大师也很明白 这些体点真的就是动一发 就是会牵动全身 对 所以我那时候刚回来的时候 我可以说是 因为大师的特别的关照 所以都没有人要告诉我 因为风口 一点点讯息 我说我就会问他旁边的汤药试者 我说那师傅平常吃东西有什么限制吗 然后他的习惯是什么呢 然后或者是他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 我都得不到任何的 就是因为这一道风口 全部得不到 那偶尔他的汤药试者会很好心的跟我说 如果是师姑以前煮这一道汤 他就不会放香菜 因为大师不喜欢在汤里面放香菜 他偶尔会这样子 给我一点点暗示跟明示 就是借别人的 别人的例子给法师提点 很少回乎其为 所以我从这些慢慢的去累积 一开始那个时候 大师也 因为我在大师身边服务的时候 那时候大师是七十多岁 还算年轻 还不是到那种餐饮 每一餐都要很斤斤计较的那种程度 只是常处考虑到大师年岁见长 应该要有一个专人来喂他料理是比较好的 那我那时候得到的一个讯息就是 大师因为有糖尿病 所以不能给大师吃水果 然后不能有糖分太高的食物 里面不能有加糖 唯一得到的那个那个关键的讯息 就是这样而已 所以就要靠绝句法师的那个七十二遍 把所有普通的那个食材 变成是让大师可以吃的健康又有饱足感的 是 法师那时候你得到的这些讯息真的是微乎其弱 所以你每煮一餐 你是抱着一个怎样的心态啊 我们那时候呢 刚回到大师的开山料 那个时候吃饭的人还没有很多 就是我刚到大师身边报到的时候 我们就在大师平常休息的导口 那导口呢 它有一个圆桌 我煮好饭菜以后 我跟大师同一个桌子吃饭了 我很紧张 然后除了大师以外 还有他身边的长老会一起 一起吃 还有我们试着 那所以呢 是十人左右 十人以内 那时候吃饭没有很多人 那我每天吃饭呢 我其实坐着呢 大师说上等的媳妇 就是 就是坐在那里煮好一起吃 下等的厨师呢 才在厨房 一直忙一直忙到客人走了才出来 所以你一定要很快速的煮完出来 然后跟大师一起同桌用餐 那其实用餐我也不太敢吃 假装在吃 其实我都在观察师傅夹的哪一道菜 哦就是去先做观察就记录 那大师知道我其实很紧张 然后他看出了我的那个不安的情绪 他就说你放心的安住下来 他说我三个月内不会给你任何一句评语 我让你回来不是专程来煮饭给我吃的 我是让你回来用功多读书 他说一个人要肯的读书才会有前途 一个人要肯的用功呢才会有未来 所以我就想哦我是回来读书的 因为没有人告诉我说要煮多少的饭菜量 分量 那我就自己规定我自己 因为以我过去所学的经验 我想开山大师用餐 起码我应该要有五菜一汤嘛 我就给自己规定我每天就是菜单出来 要五个菜一个汤这样子 那大师就说那你五菜一汤呢 不要把生命浪费在厨房 五菜一汤呢40分钟就要完成 然后我每天呢就在大师的开山聊 他平常在那会客 我就坐在最后一个椅子上 因为没有地方可以躲起来的地方 我就拿了一本书假装在看书 其实我里面在开菜单 我在想下一餐要煮什么 明天要煮什么 然后呢大师说要叫我多用功 要多看书 我就在那里其实在开菜单 然后呢时间一到我就进去 然后呢很安静的赶快 在师傅要求的40分钟以内 把五菜一汤完成 就是我其实真的很听话啦 真的耶 但法师我觉得这个也是 你修炼的一个过程 我就是把大师对我的要求 把它当作一个目标 明白 然后呢我努力的去完成它这样子 所以法师这样我又更加好奇 你的五菜一汤是每天都不重复吗 还是每一餐都不重复吗 起码一个礼拜不能重复啊 一个礼拜七天嘛 我们至少吃午餐跟晚餐呀 所以法师的午餐跟晚餐 都是五菜一汤然后都不重复 法师你好厉害耶 我就是印象中那个时候呢 应该是说我刚到大师的开山聊的时候呢 还好那个时候大师真的很年轻 他的红发足迹很忙 就是经常是在分别院 或者是在国外红发 对那他几乎就是在山上停留一礼拜 就会出去一礼拜 然后我煮了一礼拜以后 我就已经开不出菜单了 然后呢 已经记穷的时候大师就说 我下个礼拜我要出门一趟哦 然后呢出去我就喘了 休了一礼拜 就喘了一礼拜得以休养身心 是是然后再寻找新的灵感 对就赶快去看啊 看找师傅还有什么样 那段时间我其实很感谢师傅 就让我有这样子见识调整的时间 然后慢慢的慢慢的就就有渐渐茁壮起来 是所以现在其实请绝具法师 可能一下子要开百多份的那个菜单 应该都不是问题了吧 还是会局限啦 哈哈哈哈 因为经常你像一个人煮久了 嗯嗯 就会有那个哎我习惯的模式 所以我们偶尔以前在负责云居楼的时候 我们就偶尔也会需要去外面餐厅吃一吃 嗯哦原来还有这样的方式 就是你会你你你你被一个框架框住了 是有时候你会跳脱不出来 去吃一吃别人的因为会有灵感 对对对 哇法师很有趣耶 听法师这样子的一个我们讲修炼的方式 就是呢哇一一道菜 或者是从一个空空的冰箱 变出了超过百样不同的那个变法 其实是等同于人生 我们在修行的道路上面 很多时候就是我们预计不到 但是他每一个每一个时刻每一个当下 都在变幻莫测 对 是耶那法师我想说 在这样就是你随时在大师身旁 如果说这样子想起来的话 大概是多少年的时间 嗯我2001年到大师的身边报到 嗯 今年2023 对 就是22年 22年的时间 但是这中间 22年当中我还中间还兼职了很多的工作 是 就是大师觉得 你好像应该还要再去磨练其他 他就丢出一个职务 就是兼职的状态 都是完成的 明白 所以法师我们如果说先担任这个开山寮的 当家的这一段日子 除了就是负责大师的那个三餐饮食之外 你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应该说我在大师原集以后 我最大的感触 嗯 就是我发现原来 原来我们看似只是一个适者 就是打杂的工作 就是大师你今天要会课 你要做什么 我们就是帮忙就是打下手 对对 看似一个跑腿的工作 原来呢 大师的身教跟言教潜移默化 就已经是化为我生命当中很 很坚固的一个菩提资粮 嗯 那个力量是在我生命当中成长 所以当大师原集的时候 我发现好多的师兄呢 就很希望我跟大家分享 我在大师身边 所看到的可能大家看不到的那一面 然后那种东西讲出来的时候 我发现原来他在我生命当中已经发酵 然后呢已经变成一个很丰富的养分 就是潜移默化的就在影响着 绝具法师的思维模式啊 或者是看待事情的角度 是 那法师如果这样讲起来 哪一个是你觉得大师影响你最深 或者是你现在想起那个就是印象最深刻的 大师的一个精进力 以及他的慈悲心 他的精进力呢精进到让我觉得 哇怎么会世间有一个一个人 我们不要说他是一个领袖好了 只会有一个人到这可以做到这种程度 大师他在他说他的人生三百岁 就是经常说他一天要做五天的事情 那我们我们听了就觉得师父是就是代表他很精进嘛 可是我们没有实际参与他的生活 不知道他精进到什么程度 那我们当他的适者就发现 哇那真的是就是哪里是三百岁的人生 一天根本不止五日 他可以到我今天一整天从眼睛一睁开 然后呢就在口述历史在写文章 然后吃饭完很短他吃饭只要五分钟 他都没有浪费时间在吃饭上 五分钟结束以后就开始写字 那他每天写字他规定自己一天要三回合 每一次要写上一百张的一笔字 那这是他对自己的要求 除了这写字的功课 他还有平常演讲会课 然后跟途中开示 讲话 然后或者是去指导工程 就是一天压榨满满的 都没有放假都没有休息 有时候因为当天的课人很多 他要去接待客人讲话 回来了以后他上午上我的一笔字没有时间写 我把饭菜端到他前面请他吃饭 大师会说我不吃 很严肃的对我说 他说你作为我的适者 你要当我的纠察 你要负责监督我鞭策我 你看到我那天还没有写一笔字呢 他说你不可以给我饭吃 不能让我睡觉 我说师傅你真的是太苛刻自己了 你也不是像我们说今天放箱休假 然后没有时间啊 因为你是出去红法你去演讲 你去干嘛 你吃饱了再做 而且你演讲你整个上午都没有休息 是很坚决的派坐把饭菜推走 真的哦 不得已就只好把所有饭菜再收掉 对收掉然后让大师写字 写完字他才会心安领德的 觉得他人生没有空过 就是我从大师的他的身教里面 去看到他身体力行的那一份经济力 甚至于有时候一整天忙碌没有空 他就半夜不睡觉就下来 说我们来写字 就是如果说身为大师身旁的适者 或者是徒众们 看到大师这样精进的时候 自己就绝对找不到理由 可以偷懒 自己很想 其实我们都很累 他都很想 缓一缓 喘一喘 我们想说师傅你可不可以午休睡久一点 我们也可以去偷休息一下 可是他五分钟就睡饱了 真的 因为大师就是就入定了之后 他就可能就醒了 我们说他一直有菩萨护体 所以他不用吃很多 他不用睡很多 然后他人生一直在精进 是 所以那让我们都不敢喊累 然后我们只能一直 因为我们马不停蹄的都已经追不上大师了 对 停下来还得了 哇 所以这个就是体现在他的就是日常生活当中 是 那除了有这一个部分呢 刚才法师有说到 大师五分钟哦 他真的有在用餐吗 这个是我比较好奇的法师 我这几天因为在这边就是有几场讲座 那我经常会跟大家分享大师的简食 他是怎么简单 就是一碗饭配个豆腐乳 或者是一碗稀饭配个酱瓜 或者是一个茶泡饭 一碗面就可以解决他一餐 为什么他的一餐可以五分钟就解决 然后呢他经常会跟他的途中分享 我最近发明了一道茶泡饭 非常好吃 人间美味 然后呢就我们世界各地回去的途中 去跟大师宵假 去跟他报告 他就说来来来 留下来吃饭 我教你一道人间美味 然后呢他就冷茶倒到热饭里面 或者是热茶倒到冷饭里面 拌一拌 然后吃人间美味 然后我就笑 因为呢 大家都吃不出来人间美味的 那个含义 在哪里 我就跟大家说 大师的人间美味呢 他其实不是指这个食物 而是他的人生三百岁 因为呢 热茶倒在冷饭里面 冷茶倒在热饭里面 那个温度刚刚好 三口两口 不用五分钟就解决了 对大师来说 吃饭只不过是 疗养我们的射身 因为我的身体是一个肉体 我需要食物的补给 才有能量 那这个能量补给进来了 我才能够继续红法理神 所以吃并不是这么重要 他对于吃呢 其实并不是这么在意 所以呢 大师觉得越快吃完的越方便 所以他觉得 为什么他把它称为人间美味 因为这样倒进去 温度刚好不用吹啊 一碗面很烫啊 还要吹了 老半天等他凉 了解 那个温度呢 他三口两口就吃完了 吃完他还可以继续做很多的 红法利生的工作 所以他的人间美味的那个意义呢 其实还是回归到他的那一份精进 还有他那份慈悲 就是对要度众生的那一份慈悲 可是法师我就会 就是会联想到 因为大师如果吃的那么精简的时候 那变成说身为适者的法师们 会不会担心说 那大师的那个有这样足够的营养吗 是哦 你终于问到重点了 对啊 因为太简单了 就是首先呢 就是我的挫折感来源了 我就开始怀疑我存在的价值 那常住不是特地把我找回来 就是为了料理大师的三餐吗 对 那师傅你吃的这么简单 为什么啊千里迢迢的把我调回来 就是谁都可以做是吗 谁都可以做啊 只是一碟豆腐乳就搞定了 那我这么认真的煮了五菜 你什么都不动 然后甚至于他眼前那一道就倒过来 方便而已 他不是看了哪一道他喜欢 而是究竟哪一道 谁最靠近他 对 他就倒了半一半 然后就吃了 那我当然就心里就会有很大的压力 那师傅的健康状况是 完全就背负在我的身上 我就感觉到那个责任感 以后大师的身体有什么样的那些变化呢 对 大家就说是你饮食 我承担不了呀 对呀 所以有一段时间呢 其实我是一直做得很惶恐 很苦恼 后来呢 怎么找到了存在的动力呢 因为大师呢 虽然自己吃得很简朴 他吃得很简单 但是大师有一个性格就是对人好 他举凡是有人来 然后呢要请客 他都告诉我 要拿出最好的请对方吃 所以他自己呢 他可以一道菜都不用 或者只要一道菜就好 但是只要有客人来 他就说你要把你的心煮给对方吃 不是把食物煮熟了 请对方吃就好 所以这时候呢 你就要很用心呢 我怎么样让对方可以吃到我的心 我从在食材上的料理 然后盛盘这整个感受上 要让大家吃了可以感动 在这个服务的过程里面 我就找到原来我还是有一点存在的 价值 明白法师 但是我觉得法师在 就是现在讲的好像很云淡风轻 但是我能够理解法师的那一个 背负的责任 因为真的 大师的选择是很清淡很轻便 可是旁人看的时候就不是看那么一回事 因为他们如果说没有随时在大师身边的话 他是看不到大师的 就是在用餐的那个要简便跟快速精简 那所以说法师也是这样子 一路一路的走过来 要承担很多的那个心理压力 很不容易耶法师 就是要很快的就放下 真的 不介意那些外界的揣摩或眼光 对 因为大师已经说了 是由他说了算 对对对 这样子我觉得这个也是让用法师有一个 我们讲的定心丸 对对嘛 所以一路这样子就走了过来 大师70多岁那个时候 其实他虽然糖尿病 但是他还是正直 还是一个身体各方面都还很健康的时候 所以那时候饮食呢也不一定到这么讲究 尽管他有一餐每一餐 然后可能吃的很简单 并没有影响到很多 但是我以我 以我对大师的那种餐饮的评价 我一直认为他其实是应该有菩萨护体 要不然像他糖尿病像他这样吃 我认识的那些长辈 其实很快的糖尿病的病发症都会出来 但是大师就一直是很平安的度过 对 但随着不同的阶段 当然后晚期就是师父的健康比较退化 年纪的健长 我们在饮食上就要很用心在针对 那这个也随着时间我们也慢慢的去深入 然后呢针对大师不同的饮食需求 我们做调整 那变成说绝剧法师你在 就是水寺大师那么多年以后 如果现在回想的话 大师就是从一开始到他元季之前 他其实对你的那个饮食的部分 都从来没有给过任何一句评价吗 不管好的或坏的 有哦 他是说前三个月不会 前三个月不会给我任何一句评语 他是要我先安心 之后就有了哦 三个月之后 有哪一些的评语是你到现在还 深深的刻在你脑海当中 好比说大师经常说 一个好的苗子就是一张空白的纸 你什么都不会的人你来学 你教他他就是一张白纸 全部的东西因为他什么都不会 你教他他什么都全然接受 他说呢像我们这样子呢 就是我们自己有一点点 自认为有一点基础 这就是所谓的所知障 就是你有一点知识的障碍 就将会成为你的障碍 因为你有过去所学的一些基础以后 你很难听得下别人对你的评价 指导新的东西很难灌输给你 因为你会有根深底固的自己的所学 对对自己的认知啦 对那大师就说他有一次他清点一道料理 他说你去做一盘姜炒饭给我吃 姜炒饭 姜炒饭我以前没有听过 我也没有这么炒过 那我不知道姜炒饭要怎么做 所以我就很自然我就问师傅说 姜炒饭要怎么做 说是用麻油炒吗 然后因为麻油姜麻油姜 我就第一个我就联想到 是不是要用麻油来炒 师傅说不能不可以用麻油 就是一般的食物油就好 那我以我自己炒饭的经验 就加姜而已嘛 因为叫姜炒饭嘛对吧 可以加酱油进去调味嘛 就是素食的 因为本来食材就很罕见啊 对 起码有点酱油去爆香提香 师傅说不可以加酱油 那我说那可以加一些配料嘛 其他的 他说也都不可以 他说你就只有 乖乖的听我话 就只有姜炒饭 姜把它剁磨 然后切碎 然后把它炒香 放进去炒香了 放一点点盐巴就好了 我一听 我的所知杖都起来了 怎么会好吃 重点 但是我很听话 因为我不能不听话 因为是我的主子order 我待会是要煮给他吃 所以我必须得全然 虽然我的心里是存疑的 我那个当下是有很深的我之杖 觉得怎么会好吃呢 但是我是就是照着大师的方式去做 做了我当然先试吃 到底好不好吃 吃了一吃不得了 吃了觉得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炒饭 那我那一刻我会人家明白 原来大师要教会我的功课呢 就是从我的第一次煮面给大师吃 到这一次的姜炒饭 其实我还是有很多的所知 这样是没有放下来的 第一次大师跟我说一个会料理的人 我会用这么多的食材来掩饰自己的不足 可是在到我要炒饭的时候 我还是有很多的食材是想要去弥补 因为我觉得只有姜怎么会好吃呢 是 而当我愿意放下自己的成见的时候 只有姜去炒的时候 我发现那个姜的这个食材被炒香以后的香味 整个葱益在那个白饭上面了 好香好好吃 那个当下我才知道原来当你愿意放下很多的 很多不管是成见我吃 那从食材上来说 你把那些不相关的食材都放掉的时候 你才能够凸显出这道食材 它本身的香气来 不会被干扰 了解了解 所以变成这个是大师教会了法师的另外一个功课了 对 所以自此之后法师在于可能在下厨的部分 或者是在面对红发这件事情的上面 你会不会说以这个作为一个参考 就是放下很多的我值 会 因为我觉得它真的是带给我很大的一个改变 慢慢的我就发现 因为我开始会喜欢食材简单化 就东西就是干干净净的 就是这个就这个 那个就那个 不会再像过去这样子乱加 然后加来加来 好比说我前几天吃到了一道意大利面 然后意大利面它是西方料理嘛 也许它有很多不同的口味 但是呢 你必须要有一点点就是它的根据 好比说我吃到一道意大利面 它可能加了豆干在里面 你就会觉得 怎么会一个西式的料理又跑出一个中式的食材 对 你就会觉得西不西 西不西中不中 那我们在 我在这一段时间 大师也曾经让我到各地地水房去教学 然后他就 我们就评选了几个 大师认为他一定要教的料理 其中有一道就是江炒饭 我也确实发现我去教的时候 也发现大家都无法 大家都跟我一样 有这个过程 所知障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来放下 就是你走了以后他们会偷偷的家 不是只有煮的人有所知障 吃的人也有所知障 吃的人就说 你们这道炒饭都白白的怎么好吃 你就会说你先尝尝看 你就是尝了以后 你才会知道它好吃在哪里 但我们很多的就是厨师 就会被客人一问就觉得 我就是还是要再加一些 满足客人的丰盛的需求 我说你可以把它这道炒饭 旁边附两个小菜 让他觉得他有菜可以配 但你不要破坏那一个 大师指导的那个精神所在 了解 那个东西我就发现 它有内化变成我的一种习惯 我就发现我在料理上 我就会 我发现人家都会 这个家那个家 我就发现我现在 就做得比较单纯 就会更加精简一点点 所以从这个过程这个改变吧 就是从法师看 就是大师教会法师 看事情做料理的那个角度 其实也是很简单啊 因为回到我们看待自己的人生 看待自己身边很多 你要解决事情 有时候我们面对问题的时候 我们反而是去 可能就怪罪在旁边的事情上 没有对症下药 是所以一到姜炒饭 我觉得它就有充满了 满满的那个人生哲理 是啊 而且大师一直教会我 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不要把料理 就是当作料理而已 它其实就是修行的一部分 而怎么样把它跟修行融入呢 好比大师就经常跟我说 我们在学佛的过程当中 我们都知道要做到 要向佛学习 学佛学佛嘛 那佛就是一种 自觉觉它 觉醒圆满的境界 你自觉就是你要先了解 你对自己自我 你要很看透 然后呢 你要觉察到自己的 所有的 优觉点啊 起心动念啊 根气如何 你才能够降服自己的 很多的 脾气啊 习性啊 那做到这些以后还不够 你还要做到觉它 你要去 你不只要认识自己 你还要认识别人 对 你才能够在一个团体 跟大家可以和谐共处 有些人个性很急 有些人个性 他喜欢优雅 慢慢的 你用不同的方法来对跟不同的人相应 相对互动的话 你才能 才能够和谐 对 然后做到觉醒圆满 他说你料理也是一样啊 你在料理的过程当中 如果你不能把每一个食材 它本身的菜性 认识了 这好比自觉 把每一样食物的菜性认识了以后 你知道这个食物它很柔软很脆弱 这个食物很坚硬的 你都能够认识它 你知道用什么方法来处理它 了解 然后你了解不同食材 彼此之间的搭配的关系 你才能知道 这个食材跟这个食材 它可以 怎么样互相的 互相的融合在 它可以作为同一道料理来 激发出更好的一个效果 有的一个 两个食材你不对的 就像刚刚说 不对的食材你放在一起 它就硬碰硬 就会产生相克啊 那你了解了以后 你才能够把一道料理做得好 这就从料理 再到修行 再到人生 就是生活上 它是连贯性的 了解 哇真的满满的 我们讲满满的产意在里边 而且呢 刚才法师有讲到一个很重要的点 那就是那个我值 当我们认为 那个姜炒饭 它怎么可能会好吃 这个念头一起的时候 接下来就是限制了我们 去开发更多的可能性 因为我们连尝试都不想去 对 但是一尝试了 就只要塌出那一步 你就会发现 原来它是好吃的同时 原来这件事情 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么难而已 其实我那个 自己炒出来以后 我有被惊艳到 哇 就是你其实 因为你先前 你自己知道 你的所知障是一直排斥的 你是坚决不相信会好吃的 对 所以当你这样子做出来 然后就会好吃一下 那个冲击力 就很大 力道是很大的 你自己第一次被自己呢 就是自己打脸了 哈哈哈哈 然后你那一刻呢 就是你更坚定 就是我要相信我的师父 啊 但是相信师父的同时 我觉得大师也给法师一个很重要点 凡事不尝试 我们不知道 对 我觉得很有趣 就是从绝句法师分享这一个 随时在大师身旁那么多年 然后同时从料理上面 我们就看怎么去修行 修自己的心 然后在误出一些道理的时候 又可以好好的去面对我们的人生 然后去接触不同的人 那当然说大师缘辑之后 在未来的红法道路上 那法师有没有说给自己设定一些目标呢 大师缘辑以后 我最想做的一件事情 嗯 我想要出一本食谱 哦 那这一本食谱呢 是健康走向的 就是现在不是很流行 大家都在减堂吗 对 其实减堂它不是一个趋势 不是刚开始只是一群爱美的人 要瘦的人 对 要瘦的人 嗯 那我们都说瘦是每个人追求的 终极目标 对 但是永远越减就越不瘦 但是我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 的关键就是 它其实不是瘦 虽然只是大家在美 这个形象上的要求 但其实它同时呢 就是我们说减堂减堂 其实是一个健康的方向 对 因为现在的饮食环境呢 就是太多的碳水化合物了 嗯 那让大家呢 好多的 我发现好多糖尿病患者 是 那我就很想要做一个 是属于 就是低碳饮食 然后包括就是 然后包括就是 针对于我们很多的 法师的父母亲 或者是我们很多性众们 慢慢的面临到老化的时候 很多慢性疾病 就会一定出现 对 那他们的饮食应该要怎么做 那我很想要用素食的 这个素食饮食 怎么来做低渣饮食 比如说有些 有些阶段需要吃到一些低蛋白饮食 有的不同时期 可能是需要吃到高蛋白饮食 有的 有的时期 可能也许他要吃低钾饮食 或者是低零饮食 或者是有的是 就是随着不同的需求 因为我看过 看过外面在卖 那个低渣饮食 就是 类似是月子中心 还是什么 就是你去订购 哇那一餐很贵耶 然后做出来东西 看起来又不美味 那我觉得我 虽然不是营养师出身 但是因为有这些年经验的累积 我觉得有一些 这方面的一些 学习参与的一些背景 那我觉得我可以 透过我自己 对料理上的认识跟理解 我想很想要把这一本著作 可以用来造福大家 好当然今天非常谢谢 我们的决居法师跟我们分享了大师 那么多有趣又充满哲理的 这一个我们讲不为人知的事情 因为这个真的是要在大师身边的逝者 才有办法呢 亲眼看到亲身感受到 然后跟我们分享 谢谢 是也希望法师在接下来的红法道路上面呢 能够很快的去实现 你要出这本 就是利益大众的这份健康食谱 好的 肯定极言 谢谢 谢谢绝句法师 谢谢绝句法师 有趣的分享啊 那当然呢 如果你想要听到更多 关于佛佑Podcast的节目呢 也可以透过我们 Sportify Apple Podcast呢 线上收听佛佑Podcast 那另外如果说 你有兴趣赞助佛佑Podcast 也欢迎你联系 佛光山的任何异所到场 那接下来呢 送上了这首歌曲呢 我们一起来 想念心愿大师的正首歌 师父送 我们下一期佛佑再见 菩萨行者成员来 见尽一抹如其下 千里观你怎幅为 千里观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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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是佛光教团的光明 菩萨行者成员 ... 现人的高台 pical石 然后楼上踐你 尽一阵 如其下 千里观你怎幅为 尽一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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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虹发独虫处诗载 树颜描发于阴霾 为行佛教尽丛领 分秒笔阵鸿发离生 无怨无悔奉献牺牲 您是人间佛教的行者 您是锁破世界的导师 您是佛光教团的光明 分秒笔阵鸿发离生 无怨无悔奉献牺牲 您是人间佛教的行者 您是锁破世界的导师 您是佛光教团的光明 您是金ự for独特 但厌浅死兵 您有纪念 您有纪念 您能稳定 polished 朋友 семь 您是无症 有一天 降夜 您的蛋 准 ries 您 Operation 즐